好,大家好,我是M-Officer的崔泰祥,然后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Norm的一些优化的经验吧,然后首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寻调一下我们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一下我们的文价的技术群,里边就是说定期会有一些 论文分享,或者我们做的东西的进度了,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也会和我们一起交流吗,然后今天我要讲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三个方面吧,首先我会介绍一下关于Norm的一些原理吧,然后 然后第二个方面再展示一下就是我们优化的一些方法跟一些实验的结果,然后最后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化的想法还没有实现,也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大家可以一些讨论一下 然后关于Norm的方法,我们其实前几期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Norm就是说,主要是根据章记的两篇论文实现,实现而,然后在Github上面可以找到圆满的那个Norm,其中一篇就是说,就是那个Lead Adomity and Mapping in Your Time, 这边,它这边,它这边就主要讲了一些Norm的一些原理,然后第二篇是主要讲了一些关于退化场景的一些优化的问题,然后它的这个Norm在KITTI数据局上都是排名前两位的,就是说明它的准确率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优化的方法,所以说压力也很大,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就可以一起提吧,反正因为我的,对,因为我的优化可能也是在毫里之间吧,大家反正有没有优化,大家待会可以一起看吧 这个VLam 是视觉的,加了视觉的,对,我们今天就主要基于排名第二的这个,然后再,并且它加上了关于退化的一些优化吧,然后我们先回顾一下Lam的一些原理吧,它Lam主要分为四大模块吧,第一个模块就是Rigit Tracing,第二个就是Domitry,第三个是Mapping,第四个是Train, 它是4个模块,它是4个模块的,我们下面先讲一下它的作用吧,大概,第一个Rigit Tracing的模块,它主要就是对每一帧点云进行校准吧,相当于,它会把每个点,每帧点云中的每个点, 然后注册到每个线号上,然后并且把它投影到一个点云周期上吧,就是说,把点云中每个点都加上一个时间,相对于70位置的时间,然后,并且它这个模块还会进行一些特征点的选取,然后,如果有RMU的话,它还会根据RMU的信息, 然后进行一个预教准吧,它会把,把点云中一些,就是说,因为非云术运动而产生的畸变,进行教准,把它 破滤一下,稍微教准,然后再传送给Adomacy,Adomacy接收到这个预教准之后的点云,它,然后,它也会进行教准,它,而它教准跟前面Rigit Tracing的教准有什么不一样的,它,它是一个,因为前面Rigit Tracing是根据RMU,对云术,非云术运动部分,才能教准,而Adomacy是,它,对那个, 云术运动这一部分,进行教准,它们都是,进行运动教准,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Adomacy是进行那个云术运动的教准,所以说它的模型是一个,云术运动的模型,它,它主要把,它,根据这个云术运动的模型,然后,把教准之后的点云,然后发送给Mapping模块,Mapping就是说,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 一个1赫兹的一个地图的输出,而Adomacy,它,它会出一个很粗的位移吧,这个位移会,传给Mapping的同时,同时会,传给Tentral模块,然后,而Mapping模块会,产生一个, 一个教准量,就是说对那个粗,Adomacy那个很粗的一个位移,进行一个教准,也就是说会计算一个扭变量吧, 然后,Transform这个模块会,根据这个粗的位移和这个钮变量,然后,计算之后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Adomacy,它是一个10赫兹的Adomacy, 然后,然后下边我们,再详细看一下,它,输母的一个数据流,这个是,这个,这张图是Rose,Rose系统生成的一个数据流, 然后,每个长方形里边套的一个椭圆,就代表是一个节点,也就是说,这个模块里边有,总共有六个节点,每个节点相当于,就可以看着一个模块吧, 然后每个长方形,就是一个topic,topic是两个节点之间联系的一个通道, 就是说,两个节点可以通过这个topic来交流数据,我们先来看第一个,play这个模块,play这个模块其实就是点云,点云包,它就是说把点云数据,然后,输入给Scan Registration这个模块, 然后,输入给Scan Registration 会把点云,进行一个,线号的注册,然后,并且把每,点,这一针点云中的每一个点都会,投影上时间, 就是说,它在这个周期中所出的位置吧,然后,它还会对点云进行分类,敲出一些特征点,它主要会,把点云分成四类,其中有两大类,就是一个是less sharp点,一个是less flat点, less sharp就是说,它的曲率是比较小,而比较大,而less flat点是曲率比较小的点,而less sharp点里边,它又细分了,把那些,就说曲率更大的一些点,又跳出来分为sharp点,而less flat点里边, 它把曲率更小,它把曲率更小,更小的一些点,挑出来,又分为flat点,所以说,它是根据曲率分成了四类, 然后,这IMU信息,它的输入的话,它就是说,会根据IMU的信息,然后计算,计算每个点,就是说,进行一个差值吧, 点云中每个点,在IMU,根据IMU得到的位置信息,进行差值,然后,算出每个,点云中每个点的位置,然后它就会, 根据这个位置,然后,校准它的,一个非云数运动的畸变,然后,这个模块,scan registration, 推行,把校准之后的,点云和挑出来的特征点,都会传给,雷萨尔达尔达尔这个模块, 雷萨尔达尔达尔达尔,它这个模块,就是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主要,出一个比较粗的位移, 它,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它会把,首先它,它假设的,它的假设是一个匀数模型嘛, 匀数模型就是说,有这个匀数模型,它就是说,可以对每个,点云中的每个点进行差值, 因为它,对,对点云中每个点进行差值,它会假设一个就是说,TK的一个转移局势,然后,在,因为每个,每个点在,前面的一个模块已经被投影上时间了嘛, 所以说,在雷萨尔达尔达尔这个模块,它,它就会进行一个,线性差值,把每个点的位置都可以差,差值出来, 然后,差值出来之后就可以,就是说,生成一个,新的校准之后的,点云, 然后,它把这个校准之后的点云,然后它把这个校准之后的点云的, Lessflat点跟那个Lesssharp点,会传送给Mapping这个模块, 在这个topic里面就是Counter点跟那个Surf点, 然后Mapping就是说,会根据它这个校准之后的点云, 然后根据它的,它的位移,会把它投影到一个四节足标系下, 就是说,以第一针的,就是说以第一针的点云为原点, 然后,把每一针投影到这个四节足标系下, 投影完成之后,因为Mapping它是一个以, 以1赫兹的频率在运营的节点吧, 它,它,就是说一直在那,会积累很多特征点, 它,当它积累的特征点足够多了之后,它,它又会生成一个, 叫正量,就是说对那个比较粗的Domitry, 位移生成一个叫正量, 然后在Transform这边,进行两者的融合, 就是说把LaserDomitry跟LaserMapping这两个模块进行融合, 通过叫正量,把那个比较粗的位移, 较正成一个比较准的位移, 这个数据流的走向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下边我们就主要从优化的角度来看一下怎么优化吧, 首先优化应该有两个方向吧, 一个就是减少计算量, 因为点云数据是很庞大的, 你比如说一个16线的激光雷达, 一帧数据就有好几万个点, 它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说如何减少计算量, 提高它的实质性也是一个优化的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提高它的准确度, 因为雷达它是在路上扫描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会扫描到很多动态的点, 而这些动态的噪音就是说会影响它的位移跟它的旋转角, 这样就积累多了的话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偏差, 所以说我们就主要从这两个方向来进行优化, 而优化的方法我今天就主要分享大概两种方法吧, 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去掉下边的几条线, 因为大多数雷达它有很多条线, 比如说16线的雷达它大多数线都是集中在下边的, 都是往下看的, 而这些线其实是没有用的, 对我们的计算来说其实是个累赘, 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 并且还增加了很多计算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下边的几条线给去掉, 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去除动态的噪音嘛, 我们今天就主要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去除动态噪音的方法, 就是通过一种画网格的方法, 统计网格里面点的性质吧, 然后把它过滤掉吧, 那由于我们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RTK的, 比较准的一个Ground Truth, 所以说数据不是很好选, 我又选了两段大概带有闭环的一个这样的路线吧, 第一段路线就是大概就是跑了一圈吧, 在左下角这个位置有一个闭合的过程, 然后第二条路线它大概也是跑了一个B环的路线, 它这条路线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中间有车量比较多,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施工路段, 然后路况比较复杂, 另外它的转弯也比较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份数据可以在没有Ground Truth的情况下, 可以比较好的比较就是说优化之前跟优化之后的结果,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选用就是说, 考虑说把下边的几条线给去掉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雷达它的, 它的视域范围吧, 垂直视域范围, 上图就是说是我们北科天会的一款16线的雷达, 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16条线大部分的线就是在水平面以下, 它上四角只有9度, 而下四角就有-15度, 然后上面五条线每条线间隔是2度, 而中间每条线间隔是1度, 下面五条线间隔也是5度, 所以说它的下四比较厉害, 但是往往雷达下次比较厉害的话, 它扫描的都是很多动态点, 或者地上的一些点, 对我们的adometry跟mapping其实没有太多帮助的, 然后下图是World Dying的一款64线的雷达, 可以看到它的视域范围是从大概正2度到-24.8度, 然后它的上面的32条线每度是间隔大概0.3度的, 然后下边的32条线大概每条线是间隔0.5度, 其实很多雷达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下四角比较大, 然后上四角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会考虑去掉下边的几条线, 因为这线对匹配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我有问题, 就是那个激光烈压它能倒过来帮, 就是把上下电脑过来帮, 装,可以装, 可以这样装, 但是可能会绑住, 装给那个人, 放个青角, 放个青角, 然后放个青角, 三百百六, 又有青角,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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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它在抓Ground 2, 它有个青角, 所以在这个三百六处里面, 有一些度数它其实是往上面的脸角, 比如说它轻角, 前向往下轻, 那它后侧的那些脸, 其实是两侧的, 是会这样的, 明显是会这样的, 因为你装, 你装Ground 2, 其实是抓两侧的, 抓两侧的, 它有青角是两侧的, 其实也是, 对, 在网上我们也发现有些, 有些人会把, 就是说雷达倒过来装, 倒过来装的话, 它就是说上面可能, 就看得多一点, 然后下面就看得比较少一点, 就是说也有这个考虑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面接着看一下, 浪姆它提取特征点, 提取的特征点, 就是说, 我们随便的就是说, 随便找了一帧点云, 该图就是一帧点云中的所有的点, 红色点是,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分类嘛, 分成了sharp, lesssharp, flat跟lessflat的点, 红色点就是表示sharp点, 然后蓝色点就是flat, 这个蓝色看的不是很清楚, 后边我们还会放大进行看的, 就是说这是一帧点云中的所有的点,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 它下面几条线, 基本都是在附近的地上扫的, 然后这一帧是, 就是说同一帧的数据, 只是我们把那一帧数据里面, lesssharp点, 全部拿出来, 然后红颜色仍然是sharp点, 因为lesssharp点是包含了sharp点的, 可以发现, 它下面几条线, 也就是中心圈的那几条线, 就是说, 其实还是带走了很多特征点的, 分布了一些不太靠谱的特征点, 这些特征点如果用来匹配的话, 是会对我们的adometry跟mapping, 产生影响的不好的影响, 然后左边的这张图就是lessflat点, 然后右边是放大中心位置之后的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很多flat点就是会分布在, 也会分布在下面的几条线, 也就是靠近中心圈的这几条线, 然后这些点也是对我们的算法是没有帮助, 并且会带来影响的, 所以说, 可以真的是, 可以考虑把下面几条线给去掉, 因为下面几条线大多数, 要不就是在地上画圈, 要不就是少到动态的一些车上, 或者人上, 我们把它去掉之后就是说, 不但可以减少很多计算量, 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并且可以提高我们的算法精度, 然后我们下面就可以看一下, 就去掉下边五条线之后的一些实验结果, 就保留十一条线, 左边这条图就是没有去掉任何线, 就是完全就是十六条线跑出来的结果, 而右边就是十一条线, 上面十一条线跑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图其实是个3D的, 这样看其实有点不准, 我这个角度可能调的也不是太好, 不是从同一个视角观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的, 就是局部的一些轨迹, 左边的仍然是十六条线的数据, 我们发现, 其实它是不但没有闭合, 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 就是说偏转角度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我们的, 类似一个果然的数据, 这四条, 就是左边的路线一吧, 它是一个闭合的一个轨迹, 而我们这个十六条线跑出来的数据, 不但没有闭合, 而且还比较短, 还有角度也不是很准, 而右边的这个就是说十一条线跑出来的数据, 它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比十六条线跑的应该长了一点, 然后角度也稍微好了一点, 好, 请问一下, 就是在右边这个只有十一条线的情况下, 有没有稍微定量一点, 就是说比如它离闭环在位移上插耳朵, 或者说你估算一下插耳朵吗? 估算的话, 这个红的镜头是五米的长度, 对, 你闭环差了大概六七米这样, 它其实终点应该是在那个路口, 十字路口, 就是说, 其实两个都跑得比较短, 都跑短了, 对, 但是十一条线稍微长一点, 十一条线, 十五条线好, 对, 角度也跟位移都是稍微好一点, 嗯? 光修士, 有时间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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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个时间修士, 有时间修士。 还有时间修士, 不然有时间修士, 那些修士不是一样的。 只要有时间修士, 所以, 你那一刻上去查询了这个点, 可能这个时间修士不确, 试士没有确, 一个轮流。 那个人都不影响。 但是, 证上的可可明页的看。 我看过视频, 大概是在路口的位置, 停满, 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会有视频记录 就是说你开始位置跟结束位置都有视频记录 然后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锤子高度的一个偏移 左边这张图角度没有调整很好 不过也可以看出来 它大概会向上偏个六七米左右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谁条线跑出来的 然后它大概偏了一到两米左右吧 这个角度也是应该是变好 这个进度实际上已经很高了 因为你这一圈总是有1.25公斤 对差不多 就是苹果采用过最初冲上的公斤 你最后在一环差的话 属于总长路来算了算的话 可能偏差只有百分之二的 它就不一定到 百分之一到二的 这个 这个反正优化的结果就是很小的 对 它也是那个 对 我们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很难 对 最科学的 对 对 用相对的方法来看 对 不过从整体上还是能看出来的 你看 这样它是变好 对 对 对 然后 前面是有Domitry 对 看的是变好了 因为去掉十一条线了 然后 但是会去掉十一条线 去掉五条线 十六条线的 然后右边 那是十一条线的数据 然后我们从局部可以看一下 局部明显 左边 左边会 会一些 动态的扰动点 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 右边 而街道场就比较干净 就是说 动态点也会比较少一点 而其他的 就是说 水平方向以上的那些 特征 两者是没有差异的 而 动态点会 减少 所以说 去掉五条线的做法 应该是 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然后 我们可以看 路线二 路线二的一个结果的比较 对 对 路线二 它环境比较复杂 因为中间那一段 有在施工嘛 然后 它 会围挡 有那个围栏 那边稍微有个偏扎 后边可能就 偏扎比较大 然后它的转弯也是比较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C条线好像也是更好的一点 那 从 路线一跟路线二 我们应该 是可以得出结论的 就是说 我们 通过 合适选取的一些 雷达的线数 然后 我们不仅可以减少很多计算量 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 adomic 和 mapping的一个数据 然后 下边我们再 讲一下第二种方法 就是通过网格法来 去除动态 这个网格法 我是主要参考了 武汉理工大学 都会同学的一篇硕士论文吧 它里边就介绍了一种 通过划分网格的方法 它是一个二维的网格 就是说 一帧点云 首先把它投影到一个 网格中 一个 比如说 0.5乘0.5的这样一个 正方形的网格中 然后 对 然后把这个网格中 所有点的高度 进行一个统计 比如说 它的高度如果大于某个值 我们就对它进行计数 然后 统计每个网格中 超过一定高度的 值的个数 把它记下来 记为N 然后 最后 我们 就说 只选取那些N 超过一定数量的 网格里面的点 比如说 有些网格里面的 它的 这些点的数量 超过了3 然后 我们可能就会把 这个网格里面的 所有的点 都会进行保留 而 其他那些 网格 它里面如果没有 一个点 或者 少于3个点的高度 超过 我们设定的值的话 我们就会把 这个网格里面 所有的点都拥掉 因为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话 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 动态点都是行人 或者小汽车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就是说 可以把 这些行人和小汽车 然后 他们身上分布的这些点 都可以去掉 下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方法的一个 结果图吧 可以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它的耳道密碎应该算的 还是 比较准的 大概就是说 接近光的数字 对 它已经到了 终点已经差不多快到了 十字路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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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和回忆两个不同的岛 是同一个岛 是同一个岛 对啊 去这样的来一圈 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同样的 对 但 它的位移应该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 转弯 这个好像就不太好了 它每段路 其实 从3D的同样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弧度 也就是说 它的转弯的效果不太好 为什么转弯的效果不太好 可以从数据上来分析一下 我们仍然是随便挑了一针 一针点云 这就是其中一针点云的一些点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特征点 然后 经过网格滤波之后 我们把这同一针的点 也做一个显示吧 就是该图 我们会发现 这两针的数据 非常的不一样 第二针数据 过滤了大量的点 特征点也比较少 然后 其他的点 发现可能 也被大量的进行过滤掉了 它不仅是附近的 它不仅是附近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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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对 高度就是说小于1.7 我程序里面设的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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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针点云它都是有个坐标的 里面的点都有坐标的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不是你的地面高度 13分 做到细想的高度 对 它是不是要把你的传感器 传感器高度 加上去 对 实际感器只有3米 对 我算的就是那个 就是 你那个离视是把那个 传感器都多高一点 对 对 算 N值 N值这里就是个经验值 就是说 它有可能有一些噪音点 它可能收到噪音点 那边没有物体的 可能要收到一个点 但是它可能是噪音 我这个好像是取到2 就是排除一些噪音的影响 因为有些点它可能是噪音 并不一定是从物理上真实反射回来 所以说 这两个玉子 基本上你就可以保证去掉噪音 和动态的一些点 但这种方法就是说 它会去掉大量的点 特征点就会减少 减少很多 然后这样 对Domitry的精度 是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就会导致它的转弯 可能就是 算的不是很好 包括 点的数量减小之后 也会对Mapping那边 它的校正量 那个数据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但是有没有改进的方法 我下面就尝试了一种就是说 在限定距离 通过限定距离 并不是完全通过网格过滤 就是说我只过滤我指定距离以内的网格 对 对指定距离以外的网格我全部保留 这样保留的点应该就是比较多的 对 然后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结果 这个是路线1的结果 这个看不出来 还是要看细节 我们还就是说跟11线的数据进行比 结果进行比较 左边是11线跑出来的 而右边就是通过限定距离之后的网格过滤法 跑出来的 然后网格法显然是位移是更长一点 但它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点 然后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看的 网格法 大概偏了有 网上偏移了5米左右 然后我们随线的数据是 大概偏了1米左右 1到2米 然后我们再看路线2 因为A到B它是一段施工路线 然后我们车是靠着围栏走的 A到B是有围栏的 我们车从这里经过 是紧挨在围栏走 然后我们刚才所使用的网格法 就是说 就是说会把它的近距离的一些网格 并且高度小于一定指的那些网格 都给去掉 所以说这些围栏上的点 就是大量的被去除掉了 然后结果导致它的点的数量严重不足 然后A到B就会产生了一个偏差 所以说路线2 结果就偏到这边偏到右边来了 它终点往右边偏了一点 跑出来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网格法对倒车 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这一段数据是一段在隧道中跑的数据 它刚开始往前面走了一段之后 就发生了倒车 那个三格是我们70点也就是远点 然后箭头是外的方向 右手足标系外的方向 它是先往前面走一段 然后就开始倒车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格法 它的结果有没有 我们发现它对于这种倒车问题 其实是有奇效的 对吧 在隧道里面还是没有倒车的 但是但是跑到了 当面吹准不准 这又不好含量了 但是就是说 隧道里面网格法可以把倒车进去 它是因为它把车辆过滤掉了 它是因为它把车辆过滤掉了 对 它如果太长的话 可能隧道太长的话 跑在结果是比较很好 对 至少你比那个要好 跑很多 对 它至少会退 因为它把整个车给拿掉了 其实这个值也 里面有些参数不是很好取 有些隧道可能 我不知道会不会倒 因为隧道有的宽有的窄 这个可能要动态设计 从上面的数据 我们应该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比如说去掉动态点 它会对我们的位移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影响 但是可能对选长可能有时候不太好 比如我们的选长可能会偏移的比较大 然后它对我们的倒车问题 然后它对我们的倒车问题 是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可能很难适应不同的环境吧 隧道里边很容易就是说你直射的不好的话 很容易把大量的点都给去掉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就是说我们虽然把动态的点给去掉了 其实但是这些动态点造成的影响 可能不好说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没有很好的相处的 对吧 因为动态点 它是把你的雷达那个视线给挡住了 对吧 你虽然把它给去掉了 但是它给你挖了个窟窿相当于 你匹配 你匹配可能就不好 所以说你虽然把动态点去掉了 但是动态点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好说 就是说你缺了弱情 然后就周围有一圈人在走 那么这种情况 你让人去的话 你把周围一圈人去掉了 它可能挖了很多窟窿 就是看到的点非常爽 那这个你要做的细一点的话 就是说把线点的面子点当中 在那个微温过程当中前后 就是你挖了窟窿以后 如果你在窟窿边上会有一个 线点在上面插楼 你就把它处理一下 你把这个窟窿看在这里 你看那个窟窿面 你看那个窟窿面 这个窟窿面 不过实际上 你本来是 这个窟窿面 看到很远的地方 建筑过墙 这个是你希望看到的 但是它这里可能有 有一个人在窟窿面 你在这个窟窿上 就会有一个人影 那它在边界上就会把边界定义成线 但是它的裙子刷法都化成 不会不会 就是说它把扩动的地方当作一个线点 边缘点 这个噪音要把它去 这个不好说 这个可能还有接触吗? 所以说虽然把动态点给去掉 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可能还多少还是有一点的 这个NTT就没问题 NTT超约抽特点点 它不是太怕 它的测试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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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然后我们下边接着看一下上上周余博讲的一个减冰环境的一个状态优化问题吧 然后我现在就大概再简单回顾一下吧 它这个算法就是说 主要要构建三个矩阵吧 一个P矩阵 一个U矩阵 一个F矩阵 P矩阵就是用来预测的 然后U矩阵是计算出来的 F也是用来计算的 这个P解跟U解 P解是预测出来的 U解是计算出来的 它们两个核是得到我们最终的F解 它的算法就是说 它就是说根据特征值来 从小到大来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把特征值小于某个U值 那个向量给置为0 然后也就是说构建我们的P矩阵跟U矩阵吧 然后把这矩阵构建完成之后 它基于它的匀数模型 然后就是说忽略那些特征值比较小的方向的一些解 然后这些解就是说根据横数模型来用匀数来代替它 然后实际我们代码中计算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我们NOM本来就是基于一个横数模型嘛 所以说我们只用更新那些 对U解就可以了 你要把U解计算出来 构建U矩阵把U解计算出来 然后P解的话就不用管 就全部这为0就可以了 然后 把他们每次更新就是说更新U解 然后 叠加到F解照 就得到我们最后的一个解 由于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减并环境的数据吧 所以说这个值不是很好测 我这边就是大致根据隧道 就简单的把隧道当成一个减并环境 然后测了一个测了一组特征节的值吧 然后 就说小于这个特征节的值 我们就把那个方向上的特征项量全部置为0 然后 得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实验数据吧 然后左图就是 一个车里面倒车的一个原始的轨迹吧 然后 右边就是 就是说根据这个隧道跑出来的 用那个配画问题构建的一个方程解出来的一个轨迹 然后 我们发现 对 它基本都呆呆原地的 其实 应该也可以解释得通的 因为它 浩姆它是横数模型吧 横数模型 对 它出责 对 因为它没有AMU 它出责是 低帧的出责是0的 所以说 对 所以说 它 对 原始就是相当于 没有速度 它在原地嘛 所以说它 后边就沿用这个原始模型 也就是速度为0的模型 然后 会基本在原地附近 反正运动吧 那 你就是说 你车如果没有AMU的情况下 你如果 车在隧道里 速度 经常在变 变 在开 这个方法 就会 对 对 因为它是基于原始模型 这个减冰环境 真的是要 经过了 很大量的测试 才能得出来一个比较好的预知吧 并且它对环境的要求也比较苛刻 你没减冰 这个 这个只有AMU才能 挺好的 你现在可以给设设设设计 你可以使 在这种情况下 实验级结果不看就更好看 一点 但你没办法在所有情况下 对 我觉得减冰环境可能 这个预知 可能是 对每个场景 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并且城市环境 你很难真正找到一个 完全的减冰的环境 因为大量都是含动态造生的 对 觉得可能真正的 可能 使用性 不是很大 对 然后最后 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一些 优化方法吧 当然这些方法就是说 还没有实现 以后可能会 往这方面去进行优化 一个就是说 提高 提高它的采样频率 雷达的采样频率 因为我们知道NOM 它是基于一个匀速模型 对吧 匀速模型 它周期越短的话 它这个模型是越准的 对 所以说 一个方法就是说 可以提高它的采样频率 但是采样频率提高之后 就是说可能数据量比较大 可能觉得会处理不过来 但没关系 我觉得 可以 咱们可以进行个下展样 进行跳针这样的选取数据 也比那个周期频率比较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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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对 对 这个 对 对 对 如果一阵钟会变少 点到数量会变少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它每一秒钟最多人的照片 或者说,可以解释每一秒钟最多的照片 这个就是上线28万多的照片 不能比这个照片的照片 这个如果点数足够多的话 这个就要看你提高到10克值的点数是够不够用 如果够用的话就不影响 因为5万多也是 其实除以2点数也是比较多 这是一个方向吧,流化的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 就是说一些动态的点虽然说可以去掉 但是它的影响还在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插值的方法 把这些被挡住的点给插值出来 把它恢复出来 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程度可以减少这种影响吧 然后第三个方向我觉得 就是说可以基于统计学的 一些点的特征的分布吧 然后来动态的修改我们的一些参量 因为我们前面也看了 就是说很多参量 其实它对某一个场景有效 但是对其他场景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基于它这个点的分布特征 然后进行动态更改的话 可能效果比较好 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基础交流群里面 然后和我和大家一起交流吧 然后我有什么想法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我的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下周是李博为我们带来的一篇 关于磁弹模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讲解吧 谢谢大家